第七招 优化网页开启的速度和稳定性 也就是说 你的网页如果开得够快 而且常常上你的网站都不会断线 这是最基本做到网页优化的一个方法 那如果一般人到你的网站 你的网站已经断线了 或者是到你的网站就开不起来 甚至有很多人在网站放很多动画 很多flash动画 然后人家进去的第一页 一直在那边跳动画 虽然很漂亮 可是网友很容易就离开 所以现在很多网站已经把开头的动画都拿掉了 因为这个很不切实际 虽然它很漂亮 可是第一次看很惊艳 第二次看就会花点等待时间开始就不耐烦 第三次网友可能就不会来了 第七招 优化网页的开启速度和稳定性 这个从人的观点来看其实就很直觉 假设我们今天到某一个网站去 发现它网站的开启速度非常慢 甚至一进去很多网站 以前很多网站都会有动画 一开头就有动画 我看下面这个图 一开头就在loading一直在load 它那个动画load很久 load了好几秒钟网页还出不来 那如果是正常人的话早就走掉了 因为我也等不及看那个网站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很不建议 非常不建议 那现在有很多网站也已经改进了这些缺点 它把网页的首页动画都拿掉了 其实网友要看的就是资讯 所以最好在一开始登录的那个页面里面 就有详细的导引 比如说你的产品介绍有哪些东西 你的公司简介 你的个人简介等等 还有提供了服务项目 这些让网友一目了然 这是最棒的网页 而且稳定性影响SEO也非常重要 假设你的网站上去常常断线 那这个网站不只是一般人不想上来看 连搜寻形态上来找不到东西 他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网站是不是断掉了 这个网站是不是不存在了 所以网站的稳定性和网页的开启速度就非常的重要